文件齁 除了我說在看鎖底下來用之外 我也可以再開一個新的瀏覽器喔 你看喔 我怎麼開 在底下 我之前有叫各位把Chrome放在底下 在底下按右鍵 再按右鍵喔 然後再去選Google Chrome 它就會開一個新的起來了 那我舉個例子 我可以直接在網頁上 比如說我這邊一樣啊 打北海道 好 然後比如說我推薦 美食 你看我這邊這樣子打 空一個空一個 北海道空一個推薦 空一個美食 我用我的原來的瀏覽器 我用原來的瀏覽器去找資料 然後我找到的資料 比如說 找找找找 我隨便點一個人家的網頁 假設這個網頁 我覺得看一看之後 覺得不錯 假設他寫的這個網頁 我覺得超好的 我想把它整理到Google文件 那怎麼做呢 你看喔 我把這個網頁 右上角 右上角 看到沒有 右上角中間這個 把網頁稍微縮小一點點 可以嗎 那後面 你有沒有看到 後面是我的Google文件 前面是我剛才找到的資料 然後我也可以喔 從這個網頁 這些資料我覺得不錯 我把它反白 這些資料我覺得不錯 我把它反白以後 現在滑鼠放開之後 再來滑鼠再去點 反白的資料 按著 拖過來 是一樣過來 OK 就是我開一個Google Chrome的瀏覽器 獨立開來 假設或者是我在這邊開也可以 我這邊開一個新的出來 然後呢 找資料 假設我剛才說 假設現在是北海道 雜謊 好 然後空一個美食 我在這裡找資料 然後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 隨便點一間進去 然後點了之後 我覺得在 喔 這篇寫的真的很好 我想把它整理 把筆記 這邊的筆記整理起來 那怎麼辦呢 可是你這個地方喔 你現在是夾在旁邊喔 Google文件在這 這裡的字在這 這裡的字在這 你不好拖拉 那我建議你把這個往下拉 放開 欸 你有沒有看到 它就 現在只有一頁而已了 那你的Google文件在哪裡 欸 我這邊先縮小好不好 中間喔 中間這個喔 不是這個喔 好 右上角的中間這個 一縮 欸 縮一個稍微小小的 有沒有 啊 背後是不是我的Google文件 好 背後是我的Google文件喔 然後 我就可以把我要的字 反白 然後我想拖過來 欸等一下 我把它把游標先弄到最後面 然後回到我剛才這個文件 這個文件 反白 拖過去 放開 字就過來 我再做一次喔 我再做一次 剛才我的做法喔 我的Google文件在這裡 我在旁邊 有一個加碼 新增一個分頁 按了之後 好 我現在換一個地點喔 比如說福岡 的那個美食 好了 OK Enter 然後我要找資料 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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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岡18位什麼在地美食 好 我點進去 好 假設看一看之後 覺得這一篇文件很不錯 這裡 這裡寫了一些喔 這裡寫了字 這裡 這段字我看一看喔 寫得好棒喔 我要把它記錄起來 但是我的Google文件在這裡 剛才查的資料在這 我最好不要讓它黏在旁邊 我就把這一頁喔 你看我這個滑鼠移到這一頁這裡喔 按著 往下拖 欸 分離了有沒有 你有看到分離了 可是你分離了之後 一放開 哇 這一頁又把它填得滿滿的了 填得滿滿的 我稍微用右上角的中間這個 一按 縮小了 那背後是我的Google文件 前面是我找到的資料 好 這個的資料 我把它反白 我覺得這個資料我想用 拿過來 哇 這邊 它這個廣告好討厭 會一直一直一直頂過來 好 我先到這裡好了 我先到這裡 我先反白到這裡就好 假設這些都是我要的 我就把反白 反白好之後 滑鼠按下去 拖過來 放開 欸 字就過來了 可以嗎 所以很容易就把網頁的資料給摳過來 好 可以嗎 來 大家操作一次好不好 好 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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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